好 恐怖情人可以提前 分辨預防嗎 問一下雅馨 聽說妳也碰過 我覺得無法耶 沒有辦法 我覺得沒有辦法事前預防耶 因為我剛認識 我那一任男朋友的時候 他其實是 就剛從國外回來 感覺很年輕有為 然後也有自己的事業 想要打拼做的事情 然後 剛開始的時候 都非常的紳士 就是他是那種 很有禮貌客氣的 就是如果有長輩 在桌子上起身 他是會跟著起身的那種 有禮貌的人 然後以及就是 他會幫我開車門 在我們還是朋友的時候 然後也會幫你拉椅子 然後或者是 我們大家一起去唱歌 有人喝醉了 他會開車送大家回家那種 很有難心 很會照顧別人的 而且會很貼心 會在你工作之前 他會先 就是在外面等你 那很好啊 等你下班的時候 來送你回家 就是 對 就覺得 這個人感覺是有肩膀 可以依靠的 然後可是到 在一起可能一年多 他就開始 之前的工作就不順利 然後就陷入了一個 失業的狀況 然後就開始可能 就是常常會跟朋友去夜店啊 打電動啊 就是流連 神社場所這樣子 開始變形 對 然後可是剛開始的時候 我覺得會不會只是 工作不順 壓力太多 所以對 我就擔心他是不是 也可能就是心情太不好 需要一個發洩的管道 所以我就想說 好吧就讓他去 我也沒有多想 到後面呢 他就已經變得情緒 有一點失控了 就是他常常會 因為一點點的小事情 可能就會突然大爆炸 然後就會可能 罵三字經啊 摔東西啊 對 就開始會有一些很激烈 或者是 動作很激烈摔東西 就是我都會嚇到的那樣的行為 那有那樣的行為 他其實 不是打我啦 但是這個也是一個 超級莫名的 因為我那個時候是住在 就是跟我的兩個女生朋友 我們住在一個女生宿舍裡面 就是合租的一個老舊式的公寓 然後呢 我們剛好吃完飯 他就送我回家 然後我回家 我才剛鑰匙打開門 他也沒有要進來 他只是看到我 我們客廳 我們有共同區域是客廳 坐著一個男生 然後他就瞬間把門打開 然後衝進去都說 逼問他說你是誰 然後那個人就是 有一點睡著了 就是坐在沙發上等我 另外一個朋友有點睡著了 所以他也嚇到 然後他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然後他就惡話不說 他就整個 你家居然有男人 然後就突然很激動 然後就把他抓過來打 蛤 然後我的朋友 我的室友們 那男人好衰喔 也嚇死了 馬上從房間衝出來 然後就開始 我們就在攔 就是我拉我當時的男友 另外兩個就是趕快把 那個年輕的小男生拉走 因為他們也嚇到 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但是那個時候 因為他情緒已經失控了 所以就是已經開始 拳打腳地 我們攔不住 他把我們都甩在地上 後來真的沒辦法 力氣這麼大 是 我其中一個室友 他就打電話叫警察 後來就警察就來了 就把他拉走拖出去 你的戀情裡面 都會有警察這個小聲 對 警察好喜歡出現在我的家裡 我都覺得很奇怪 他也很小 我也覺得很奇怪 然後那是還好 因為警察把他拉走之後 我們也想說不要 把這個事情鬧大 所以我們就跟警察先生說 沒關係 不用就是不用備案或立案 他只是可能一時情緒失控 但是那個真的超級 超級沒有辦法解釋的 因為他的情緒來是 其實那個年輕的小男孩 是我朋友的一個 不知道表弟還是堂弟 就是他的伴侶 然後只是來找他 等一下要一起去吃晚飯 再等他我朋友在房間化妝 就這樣 然後事後跟他講也沒有用 對 他就已經 已經被打得鼻青臉重了 那這樣子 你應該趕快跟他分手吧 因為他事後有跟我道歉 他就說他其實是很愛我 他是沒有辦法接受 有別的男人在我的生活裡面 對 然後而且因為我現在狀況很不好 我希望我們還是可以繼續走下去 你如果可以陪伴我的話 我說不定可以重新再站起來 他中了兩點 因為女生是希望對方是愛他的 愛是可以遮影一切的過錯 我希望可以幫助他 然後第二個是說 那個你可以母愛 母愛又犯難要幫助他 對 我覺得第一次聽起來 不是母愛是母湯 他的那個以前的前男友 其實有蠻多 就是符合恐怖情人的特徵 對 然後我覺得第一個恐怖情人的特徵 就是最喜歡以愛為名 就是他對你有暴力 或者是他吃醋 他會告訴你說 就是因為我愛你 我如此而在乎你 我所有錯誤的新聞都愛你 我才會想去揍那個 坐在你客廳上的男人 如果我不愛你的話 我不在乎你 我才懶得理你 用愛綁架 對 那這個時候 我覺得很多女生 會蠻吃這一套 會覺得說有道理耶 他不會對張立東陌生人 對做出這種事情嗎 那是因為他對他們 是沒有感覺的 女生不懂的時候 在想說原來他這麼愛我 對 他愛我 愛到就是有嫉妒心 有些女生 對於男生的嫉妒心的 一些行為上的這個表現 他會覺得 滿Sweet啊 表示他是如此的在乎我 所以我覺得大家 在跟男生交往的時候 不能說因為他用愛去合理化 暴力這件事情 或者是甚至於因為嫉妒吃醋 然後對別人動手 這是大大的禁忌 基本上我們每一種生物 對 它所謂生存的意義 最主要的就是要把 後代撫養長大 讓自己基因可以傳遞下去 那女性相較於男性呢 因為她的經歷 懷孕 生產 這些高風險的過程 那所以她的生殖代價 是比男生來的大 對 那在投資這麼多的狀況之下 其實她的子代有時候 不一定可以順利撫養長大 那就代表她演化上的失敗 所以女性會 由於投資這麼多 她會比較傾向尋找 就是團體 或者尋求辦理來 一起來撫養 這樣才會增加她的 演化成功的機率 那因此呢 就這種狀況之下 確實女生是比男生 更重視關係的維持 那甚至呢在關係如果 當你建立一個穩定關係之後 如果不如預期 你會傾向修補 那男生會相對的 比較傾向不專情 啊關係不好那算了我閃人 因為她生殖代價比較低一點